嗨 各校学生开心的放学 在教育部宣布全国高中以下停课到5月28号后 金融市长林又昌也召开记者会说明金融市如何因应 首先针对家长最为关心的线上上课问题 林又昌表示金融市近几年推动的智慧教育三部曲 已经为线上教学奠定基础 教育处长林助理也强调 金融市所有老师都已经学习过如何操作线上教学 在前几年我们推动智慧教育三部曲的计划 所以在学校里面的智慧教育的能量其实非常的充足 那这几年来也累积了非常多线上教学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也有一个中心在做这个培训 所以这个我们的基础的能量基本上是算充沛的 那在去年疫情刚发生的时候 我们也执行过一阵子的这个线上教学的这些课程 所以学校跟老师也有一点经验 那我们当然也在一个月前吧 我们也看到最近的一个疫情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学校里面开始请校长跟老师 在进行线上教学的演练 所以已经也有做了一些准备 从去年到现在我们也全市的学校老师 百分之百已经进行过线上教学的演练 所以老师跟学生之间已经有所习惯采用的线上教学的模式 那这边请家长放心 基隆市这种方面也特别发布停课不停学 因应指引 就是要让家长安心 学校特别要做一个停课的指引 是要给家长 而不是给学生 因为学生可能都会 但是家长可能不那么了解 所以关于这一点 我们也特别请学校这边 要准备一个指引来给家长 让家长也在家里面去督导 也去监督 小朋友在家里面线上上课或者线上教学的这个情形 教育处方面也建议家长可以下载School Plus APP 就可以了解学校与班级防疫的相关资讯 鼓励家长可以透过这个APP来线上请教 或者是做相关的一些推播的讯息 那现在刚好疫情期间 在全市停课的期间 我们鼓励所有的国小国中的家长通通来下载安装这个APP 到时候学校有全校性的防疫宣导 或者是全市的防疫宣导 我们会一律透过这个免费的APP 尽量推播到每一个家长的手中 而对于家长因故无法在家照顾 或是无法在家进行线上教学的国小及幼儿园学童 牛油厂表示可以到校接受基本照顾 若是学生也可以在停课期间继续获得午餐补助 如果有一些家庭 他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去照顾孩子的话 学校还是一样有开 然后你可以把学生送到学校来 那还是一样会得到相关的一个照顾 午餐也不会有问题 如果他愿意在家 他可以在家 如果家里面没有办法照顾 送到学校来 另外林佑昌也邀及 基隆五家医院召开防疫医疗准备会议 要求未来筛检站 需与急诊室区隔分流 并落实医院清零计划 对收支病患做全面筛检 所有的医护人员更应该全面施打疫苗 及确保一个月的医疗物质能量 确实守住基隆医护及医疗防线 记者张祺腾 基隆报道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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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